2024高雄愛河端午國際龍舟嘉年華也在端午連假熱鬧登場 今年活動重回夜間賽事 有165組的隊伍要爭奪百萬獎金 此外民眾還能逛端午市集 享受SUP、獨木舟等等水上樂園活動 深入體會高雄魅力 賣力的滑著龍舟,選手一舉奪下旗幟 端午佳節即將到來 國際龍舟嘉年華也將在高雄愛河熱鬧登場 今年嘉年華重回夜間賽事 吸引各路好手一較高下 除了有165隊報名參加 來爭取最高的獎金以外 其實我們的青子龍舟也廣受大家的喜愛 那更重要的有大家喜歡的 北中南的職業球隊的啦啦隊 我們在愛河周邊還有很多的活動 包括市集、包括水上鋼鐵人 那麼還有紫風車劇團 以及呢我們大型的這個氣墊的相關的遊戲的這個區域 除了刺激的龍舟賽事 為了讓遊客在高雄玩得開心 今年特別與在地住宿、美食、文創市集等店家串聯合作 遊客透過優惠活動不但可以在端午市集逛街玩耍 還能體驗水上腳踏車、SUP、獨木舟等水上樂園活動 以及享受住宿的服務 高鐵左營站以及歷史博物館等景點更提供免費的接駁車 希望趁著廉價促進運動觀光經濟產值 讓遊客在端午佳節充分體會高雄風情 記者遙連蘇維民綜合報導